Hello女生,如何拥有火辣的身材,如何不锻炼身体就可以减肥啊? 注意啊,如果你锻炼身体那就更好,更健康,我鼓励你 但是,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会跟你分享四个方法 在不锻炼身体的情况下,会帮你塑造更火辣,更有新的身材 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常用的小技巧 让我从小胖子到有腹肌,所以啊,是的,我自己精神见证了这些方法是有效果 今天我跟你分享一共四个好方法 我们开始 第一,不要喝卡罗利 那么,请问,你知道我哪里人,对吗?你知道我西班牙人,对吗? 好,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也是西班牙人,是的,高了高,你可能从小的时候就喝了 那么,我小的时候也非常爱喝 就像水一样的,每天就是牛奶加高乐高,然后每天都喝好几杯 就像水一样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啊? 问题是,这不是水啊,水有零卡罗利,对吗? 可是呢,嗯,我经常会喝两三杯那个牛奶加高乐高啊什么的 那,这,你知道多少高罗利吗? 两杯等于一碗半米饭啊? 是的,那么高乐高就是我个人小时候喝的东西,对吗? 嗯,一般来说是小孩会喝的 那么,成人,对吗?小时候喝这种饮料,长大以后喝点什么呢? 如果你去任何大家,呃,城市的那种星巴克,咖啡并什么的,大家都在喝什么呢? 这种,Frappuccino之类的,呃,饮料啊 比如说呢,这个白摩卡,嗯,好看是吧? 想喝吗?OK,那你知道多少卡罗利呢?你猜? 来,给你一,两秒钟的时间,你想好了吗?你猜对了吗? 多少个?五百二十个,对啊! 五二零!如果你经常每天都喝一杯这个,那我保证以后没有人会跟你说五二零! 跟到了吗? 真的,喝一杯就等于很多女生吃一顿餐的热量,就是很过分啊! 就快到三碗米饭的热量,不是开玩笑啊! 但是很多人就是意识不到,对吗? 因为反正就是因为不是吃的,是喝的,所以没有那种感觉。 然后也很多人会吃劲啊,对吗?就是怎么回事,我每天都吃沙拉, 然后去星巴克喝一杯这种Frappuccino,然后我怎么还不瘦,我还长胖了? 真是,宇宙是不公平的!是吗?不是不公平,而是你偷偷在发胖, 因为你天天才喝五行的卡路里,所以很简单,不要再喝这种五行的卡路里啊! 那么,除了那些饭器呢之类的,什么喝的什么饮料是有很高的热量啊? 比如说果汁啊,或者可乐啊,这种饮料啊,都是都有糖,对吗?都是热量很高,还有什么呢?酒啊! 那么偶尔比如说喝一杯红酒吃饭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肥,那还是得控制一点这个酒,因为卡路里真的也不少。 一杯红酒大概等于一碗米饭,是的。什么盼啊,以后我要当雨,只能喝水是吗?不啊! 除了水以外,水是有零卡路里,但是也可以喝别的,对吗?比如说呢,苏打水啊,或者茶,绿茶,红茶,咖啡,就是美食咖啡之类的,对吗?黑咖啡,零卡罗里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还有很多这种在超市或者便利店可以买的那种茶的饮料也是零卡罗里啊,所以啊,从这里开始,从不喝卡罗里开始。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科学也证明了,如果你关注我了,你点一个赞,你的身材会越来越好,你会越来越漂亮。科学道理。 OK,第二个技巧,用小一点的盘子,真的,可这真的是科学道理。 其实,Cornell University和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两个学者发现啊,只把12英雄的盘子换成10英雄的盘子,那么你猜会减少多少卡罗里啊? 你猜,你猜不到,12%真的只换盘子的大小。 怎么回事啊? OK,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看看这两个小圈圈,你觉得哪一个更大? 那么很有可能你会觉得是右边这个,对吗? 可是你可能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们俩是一模一样。 这个现象就叫德伯福大小错觉。 吃饭懂一个道理。 科学证明,当我们把同样的食物放在一个小盘子和一个大盘子,那么我们会感觉这个大盘子的这个食物少啊,然后小盘子的食物多,但是其实是一样了。 哼哼,所以让你大脑的错觉帮你减肥。 用小一点的盘子,你会吃少一点,并且你的脑子还会跟你说, 诶,OK,你吃的还不少啊,够了,饱了,就别再吃。 对啊。 用德伯福大小错觉让你吃饱,同时让你减少卡路里。 OK,第三个小技巧,注意你盘子的颜色。 是,真的,颜色。 我们刚才说大小现在说颜色,那么盘子真的那么能影响到我们吃多少啊? 是的,可以的。 研究证明你盘子的颜色和你食物的颜色反差不大,那你会吃更多。 因为没有反差,所以人容易判断错误,食物的量多少啊?容易吃太多了。 比如说如果你吃面条,那你可以用红色的碗,这样就是白色的面条和红色的碗就是有反差, 然后你不会吃那么多。 但是比如说如果白色的面条和你的碗是白色的,跟面条的颜色差不多,那就是没有反差,所以很有可能你会放更多。 结果你肚子里的卡路里更多,结果不那么容易减肥。 OK,所以要注意盘子的大小和颜色,我个人觉得大小更重要。 OK,刚才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很科学的奇葩,但是也是有道理。 那么现在第四个,最后一个,是我经常用的一个小技巧。 不是小技巧,是大技巧,因为特别有效果。 是的,第四,用系统技巧。 真的,我经常用的方法。 那么在30天女生训练营线上课程里,我在里面讲了很多方法,如何养成好的习惯,如何排脱坏的习惯。 那么在里面讲了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就是用Systems。 是啊,那么比如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肥,那么你可以用Systems,就是系统技巧来减肥。 道理很简单,以我自己为例,我不经常吃蛋糕。 我喜欢吃,但是不是那种天天才香啊,有这种craving什么啊呀,蛋糕啊。 但是,问题是,如果家里有,我会吃。 是的,你以为我是完美的人吗? I'm not perfect, ok? 你也不是啊,我们的毅力有限,好吗? 那么问题来了,我不想吃蛋糕啊。 吃蛋糕没问题,但是我不想吃。为什么? 因为我想有好的身材。为什么? 一方面以为我喜欢,会帮我提高自信,我觉得很健康。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我要做你的好的榜样啊。 是的,以身作则。 那怎么办啊?很简单,系统。 是的,我不买。 家里没有蛋糕,我不吃。 家里有蛋糕,我会吃。 所以我的系统就是,只让那些多有好的东西进我家里。 换一个例子,假如你想戒烟, 可是你家里,你的一个抽屉里,你放了眼, 然后你一直在看那个抽屉,然后很痛苦。 就是你一直在消费你的意志力, 一直到你已经受不了了,忍不住自己, 然后你就去打开抽屉,然后抽一根。 可是,家里没有,那你就没法抽烟。 同样,家里没有蛋糕或者零食,那你就无法吃到啊。 眼不见,心不烦。 然后,身体减肥啊。 所以你要创建一个适合你的系统,一个适合你的环境。 那么,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肥,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创建一个帮你减肥的系统。 比如说,家里不要放那些,就是特别有能诱惑你, 有热量很高的食物。 这是一个有利于你减肥的系统。 女生才今天的这四个tips,我跟你讲了, 如何不锻炼身体就可以减肥,塑造火辣的身材。 那么,Hollywood,这四个方法是有效果。 我自己就是诋毁到了。 可是,我也不得不说。 那么,如果你做这些,加上你锻炼身体, 那Hollywood呢,就会更好的,对吗? 因为锻炼身体是,你知道我经常跟你们说, 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会帮你们变漂亮变性感。 锻炼身体当然也会帮你减肥啊。 当然,因为减肥还是偏胖。 最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 你消耗多少热量和你摄入多少热量是有关的。 所以,当然如果你锻炼身体, 这也会帮你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所以,用今天的tips加上锻炼身体,那就完美。 Perfect! 我看一下,嗯,买家线很快就出来了。 OK,女生,用今天的tips开始养成更健康,更好的习惯。 关于这方面,关于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 养成好的习惯,排脱坏的习惯, 你可以订订30天女生训练营, 30天每天一节课,是的,每天一个小挑战。 然后呢,你可以免费订订, 所以你一会儿就可以去订订了解更多, 让优秀成为习惯。 OK,女生,最后今天的问题, 你用过哪一个有效的方法减肥? 那么注意啊,是健康可持续的方法。 如果你跟我说,你一个礼拜不吃饭, 或者什么傻事, 那这个是我们不要的, 因为安全和健康是首要的。 但是如果你有好的减肥的方法, 我也想听,所以记得跟我分享。 OK,女生, as always, be great, and I will see you soon. Bye-bye.